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的表现却给观众带来了不少惊喜 在接受采访时 谭松运坦言 这是她第一次与徐凯合作 虽然之前看过徐凯在《演习攻略》等作品中的表演 但真正合作后 她对徐凯的印象有了180度的大转变 我一直以为徐凯就是银评中的那种霸总 但其实她内心是憨憨的 非常绅士 也很会照顾人 谭松运的这番话 不禁让人对徐凯的真实性格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你比星光美丽的剧情设定也颇具看点 季星作为一名职场新人 面临着深职加薪的空投支票 公司高层的骚扰 同事的孤立等种种困境 这些职场困境不仅真实反映了当下年轻人的职场现状 也为剧情的发展埋下了伏笔 当季星忍无可忍选择辞职创业时 观众们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纷纷为她的勇气点赞 谭松运在采访中表示 她在处理职场问题时会和季星采取类似的方式 遇到职场不公的事情 我会非常强硬地表达自己的诉求 而且我们都很知道自己心中的热爱 也知道自己最擅长的东西是什么 这番话不仅展现了谭松运对角色的深刻理解 也让观众感受到了她作为演员的职业态度 而徐凯饰演的韩婷 则是一个从德国留学归来的精英投资人 她与季星是大学校友 曾一起参加计算机竞赛 多年来一直暗恋季星 这种青梅竹马家暗恋的设定 无疑为两人的感情线增添了不少甜蜜感 徐凯在剧中展现出的绅士风度和细腻演技 也让观众对她有了全新的认识 值得一提的是 你比星光美丽不仅有谭松运和徐凯这对主演 还集结了何瑞贤 诗诗 高涵 吴诗乐等多位实力派演员 这样强大的演员阵容 无疑为这部剧增添了不少看点 从目前播出的剧情来看 你比星光美丽不仅仅是一部单纯的职场剧或爱情剧 它更像是一部描绘当代年轻人职场奋斗和情感成长的作品 季星的创业之路 韩婷的暗恋情节 以及两人之间的情感纠葛 都让这部剧充满了现实感和代入感 谭松运在采访中提到 季星和韩婷既是恋人 也是事业上的伙伴 一起携手并进 因为这段感情 他们都变成了更好的自己 这种成长式的爱情 无疑会给观众带来更多思考和共鸣 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 你比星光美丽的播出 或许会为2024年的都市剧市场带来一股新风 在此之前 2024年的都市剧赛道并没有出现真正的爆款作品 而这部由谭松运和徐凯主演的作品 凭借其优质的剧本 出色的演员表现以及贴近现实的主题 很有可能成为今年都市剧的一匹黑马 对于谭松运和徐凯来说 这次合作无疑是一次重要的机会 谭松运此前在《请教我总监》等职场剧中的表现 已经得到了观众的认可 而这次出演创业者 又为他的演艺生涯增添了新的亮点 徐凯则通过这次合作 成功摆脱了霸总的固有形象 展现出了更加立体和真实的一面 随着你比星光美丽地持续热播 相信谭松运和徐凯这对心境荧幕情侣 会给观众带来更多惊喜 他们在剧中的表现 不仅展现了自身的演技实力 也为当代年轻人的职场生活和情感世界 提供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镜像 不得不说 谭松运和徐凯的这次合作 不仅为观众带来了一部优质的都市剧 也为彼此的演艺事业开启了新的篇章 我们期待看到更多这样精彩的作品 也希望两位演员能在未来的道路上继续发光发热 一个是初出茅庐的创业者 一个是酒精商场的投资者 心动不停组合碰撞出别样的浪漫火花 虽然在工作上 两人立场不同 但随着季星在创业路上的经历 季星和韩婷的关系始于合作伙伴 却在这个过程中互相成就 最终顶峰相见 这种成长式的爱情 也让谭松运直言 他们既是恋人 也是事业上的伙伴 一起携手并进 因为这段感情 他们都变成了更好的自己 除了剧情和演技 剧中谭松运的服装造型 也成为了观众热议的话题 这部剧以职场爱情为背景 女主角的造型自然以职场女性风格为主 然而部分观众认为 造型师的服装搭配 没能展现出谭松运的个人魅力 反而让她显得老气横秋 缺少职场精英应有的气场 许多追剧的网友表示 谭松运甜美的长相 更适合出演青春校园剧 与职场剧 尤其是公司高管的角色不太相符 让人难以幸福 更有网友直言不讳的指出 演员应该选择适合自己的角色类型 就像有些演员并不适合出演 校园青春剧一样 谭松运或许也不太适合出演职场剧 虽然部分网友的评论略显犀利 但也从侧面反映出 造型师在服装搭配上确实存在一些瑕疵 谭松运在剧中的造型过于成熟 与她本身甜美可爱的形象有些格格不入 正因为剧中服装造型的原因 部分观众甚至觉得 谭松运和徐凯在剧中缺乏CP感 忍不住质疑霸道总裁的眼光 其实谭松运本身的形象清新甜美 很有邻家女孩的感觉 这次之所以被吐槽 主要原因还是处在造型师的服装搭配上 回顾她以往的作品 无论是干练的秘书造型 还是时尚的职场高管造型 都曾获得过观众的好评 你觉得谭松运和徐凯在 《你比星光美丽》中的表现如何 你最喜欢剧中的哪个角色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分享你的看法